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金庸的武侠世界,父亲英雄,儿子好汉的情况是比比皆是 最出名的莫过于胡一刀与胡斐父子 两人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 胡一刀号称辽东大侠,器官当事 胡斐年少成名,号称雪山飞狐 都是一般的武功高强,光明磊落,侠干一旦 其实金庸武侠当中,父亲和儿子都是高手的例子不少 他们谁更强呢?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金庸武侠世界当中最强的十大父子组合 排名按照父子间的综合实力 第十名,游记与尤坦之 游记是天龙八部当中巨贤庄庄主 当初天下英雄商量讨伐乔峰相聚巨贤庄 然后巨贤庄一役,游记与尤居两兄弟联手大战乔峰最终被杀 从实力上看游记恐怕最多的也就是个二流水平 游记虽然很菜,但他的儿子尤坦之却被动争气 随便一低头就捡到了少林神族金 原本是被阿子利用完抛弃 最后却意外裂成了冰残独长 丁春秋实际浑身解数,硬是拿他没办法 即便是强若悬辞在掌力上也没有占得半点便宜 唯一差点的就是没有比较高明的武技 否则两人的排名还会在上几名 第九名,欧阳峰与欧阳克 两人名为舒直,视为父子 欧阳峰的成就就不用多介绍了 天下武学之一 第二次,皇上论剑被推为天下第一 结局是与红旗公一换一 欧阳克虽然身性风流 他的年轻一辈当中也算是翘楚 武功上比黄荣,完颜打主团都要强上不少 即便是碰上了秋楚姬也不需多少 郭靖想通18招没学拳之前完全不是其对手 综合一下还是要比游记与油坦汁强很多 第八名,杨康与杨过 这里很明显是杨康悲分了 杨过作为天下武决之一 不到40内功与剑法均已达成 就算是对上周伯通时也不做下风 与郭靖的实力只在博主之间 只可惜杨康实力太弱 甚至是整个榜单组合当中最弱的 其一身战绩除了能欺负一下慕念慈 其他时候基本上都是被主角团按在力上摩擦 有网友想看君武侠父子组合排行榜 今天他来了 比七名郭靖与郭破鲁 估计有人会问为什么不是郭孝天 因为郭孝天武功水平有限和杨铁心差不多 而郭破鲁虽然一年早逝 但参测其下限不会定于大小五 如果改成郭孝天和郭靖 那排名恐怕还是要在杨康与杨过之后 郭靖作为三部曲当中的灵魂人物 武帝之还是相当在线的 和杨过只在博主之间 而郭破鲁即便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其实力 但参测的话不会定于大小五 否则太打郭大小的脸了 再加上有屠龙刀加成 大于杨康不是难事 故而将其放在第七位 第六名张翠山与张无忌 张无忌是射雕三部曲当中的最后一个主角了 年仅二十左右呢 内功就达到了郭靖阳过成名时期的水平 未来成就不可限量 甚至被金庸青认为主角第一 因此呢 盖过郭靖阳过的问题不大 而张无忌的父亲张翠山 虽然是一年早逝 但成就极高 是张三丰的得一弟子 虽然不见得一定强过郭破鲁 但参测两人的水平差距呢 不会太大 再加上张无忌的成长光环 故而将其列为三部曲 副次组合第一 第五名 慕容伯与慕容傅 很多网友呢 喜欢把乔峰 肖远山 慕容伯与金摩执 合成为天空四杰 参考慕容伯与 肖远山交手后伯仲之间 乔峰与慕容伯有过短暂对涨 而肖远山也跟金摩执对过涨 结果呢 结实不分胜负 从这来能够看得出 慕容伯的实力不弱乔峰多少 慕容傅虽说是硬实力 跟这些人相差较远 但在年轻一辈当中呢 也算是翘楚的 有着北强峰南慕容之称 放在三部曲中 虽然说入不了五角实力 但一流高手的位置呢 没跑了 这对父子如果联手呢 几乎是可以认为是在江湖上 可以横着走的 第四名 段延庆与段玉 为什么不是段正纯 因为段延庆才是身父 段玉籍六脉神剑 北明神功 灵魂微步与一身 被王宇嫣 段延庆 君摸志等人 一直认为是将来的天下第一 我公呢 此不必多说 而段延庆巅峰之战 是一一敌武 大战慕容傅和四家将的围殴 最后还能成功点到一人 这份战力猜测呢 可以打接近两个慕容傅 实力上碾压慕容傅子 有网友想看 君武侠父子组合排行榜 今天他来了 第三名 玄慈与虚竹 玄慈呢 是少林寺百年来 为数不多的武学天才 他练成了少林 百多年来 未曾有人练成的大金刚拳 甚至在乔峰的帮助下 领悟出大金刚拳的最高境界 曾一拳打得乔峰站立不稳 与内宫身后的刘坦居 正面硬汉 也是平分羞涩 应该是排除一僧 二挂三老四绝 与扩容之后的敌人 作为选此的儿子 虚拙的成就更高 甚至将来有可能成为 扫地僧那样的高手 不仅身怀 选选三老近两百年内力 降龙十八掌 打狗棒法 以及选选派的各派决权 更是首到擒来 再加上为人灵物 对武学有排斥 可以说武学之路的前景广阔 上限极高 第二名 乔峰与萧远山 有好事者喜欢把乔峰 慕容伯 萧远山 军魔智四人 可称为天龙四绝 但除了一僧 二挂三老外 最强的战力 但经历过新旧版之后 从老和李秋水的势力 被大幅度削弱 纵观全书 实战中可以确定 比乔峰和萧远山强的人 全书只有扫地僧 其他人只存在理论的可能 况且如果只以 全书结尾前的战力为准 乔峰和萧远山 都有进入全书前五的资格 因此 萧远山与乔峰之队父子 绝对是强强联合 放眼天下几乎找不到什么对手 不过 这未必就是 金武比辖最强的父子组合了 第一名 石青与石破天 石青是上青冠弟子 虽然剑术不错 但远远谈不上什么高手 仅在侠客行中 排名恐怕都要在二十名看外了 石青之所以能够入榜单的榜首 主要还是因为 他生了一个好儿子 石破天 石破天在众多武侠迷当中 有着金书第一的说法 不仅身怀炎炎弓 罗汉 伏魔神弓 等怪异类弓 最后上侠客岛后 还学会了牌拳金 刚学成后呢 随便试了几招就耗死了被捧为天人的龙墨二岛主 被龙墨二岛主称作是 除了泰拳金作者 恐怕古往近来都没有多少人陋积得上了 其精力和武功都堪称是金书当中的天选之人 大街巨前一板过海 深随心动 看着跳崖的阿秀和石小翠 仅拼一块布板就能够将两人同时接下 这个表现已经远远高于万安私下的张无忌 即便是在天龙世界当中也存在一条多的能力 因此呢 石青是站在儿子肩膀上 摘得桂冠 石破天是抬着把老爹送入榜首 看着你跟我一位 有事先整理程 那边 你 知道 看着我 看着我